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我們講一些經濟話題 因為 昨天 前晚 有一段消息是無線的 他說 現在的海南島 中央研究 放寬的 有賭博成份的東西 有兩樣主要的 體育彩票 以及賽馬 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今天 好像昨天 跟海南島有關的股份 相信 很多都做好了 反過來就有些股份 當然是被人偷了 豪島股 總之被人偷了 跌了平均3% 金沙中國 銀魚全部都跌了 奧博 奧博一向都不行 這隻股票一向都不升 因為他上市八九元 到現在仍然是七個多 好像植物人那樣 基本上 放星 你也知道 升旗也沒有去份 拆或是一起拆 很嚴重的 所以何家的股票 真的不能買 坦白說 大家如果有上升旗 古靈 Turbojack 信德 不能買的 這些股票 不升值 奧博 不升值 同期 你知不知 買銀魚 買一股 買一股 奧博可以買四股 銀魚 有兩個多 現在炒到七難 他的奧博還有幾銀 不過信德不得 真是 出人意表 讀市生意 你絕對金沙 金光飛航 和你差一點 以前沒有的 他那時候 有港澳飛航船 以及 叫做Turbojack 是中鋁的 後來他跟中鋁 合併了 變成噴射飛航 兩家公司合併了 就不會爭生意了 照計是不是獨市生意 側硬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又不炒 又不升 總之千萬不要買那些股票 寫著河字 大家都不要賭了 那些股票 寧願買零回 地鐵 買到的 大家要穩陣買那些 今天就不是叫你買領匯 買銀魚 也不是叫你買炒那些 海南島概念 因為我們要分析一下 這次這個中央 研究 但是 研究得來 肯定是 我想是 在市場 水運 吹頂風 看看外面的反應如何 對於海南島開放的賭博 海南島開放的賭博 金沙 威尼斯人 MGM 會讓你開這些賭場 又未必是 因為現在 上面有兩種賭博 一種是 賽馬 其實上面有賽馬 廣州有一個叫 梅村馬場 我去賭過一次 新年的時候試過 很多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 現在還有沒有賭博 因為我也很多年沒有去過 當年人頭湧湧 跟沙哲一樣 整個馬場都是企滿人的 真的有跑馬 有毒贏 有Win Pay QT 過關好像沒有 有孖寶 有三重彩 即是參考了香港模式 跟香港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等於你香港有什麼賭博 就可以賭博了 我還買過 一隻馬叫頭珠寶 我還記得二十年前 九倍毒贏 我還不知道一百分 玩的 那些馬全部都是亂賭的 我還要種過一隻馬 到現在是不是還可以賭博了 我不知道 有廣州的網友可以跟我說 現在還有沒有這個馬場 是不是還可以賭博了 他們 參考香港的 概念 在海南島開馬場 不奇怪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 他現在說到放寬的那種 體育彩票 因為大陸的體育彩票 香港人可能很多人知道 亦未必知道 他們好像 抽獎六合彩 就是 他們有14場 選了14場球 14場中了 每關都是主客和的 每關都是主客和 中了14場 就是中頭獎 或是一等獎 如果斷一關 就叫二等獎 斷兩關 三等獎 一律如刺類推 有安慰獎 有牙皮 其實類似以前的馬標 香港的馬標也是這樣的 他們就不是 是用足球 他們選了十幾場 給你賭博的 但是 有些人要拿很多錢的大包 才可以中了那麼多關 可能有關要拖兩關 覺得他這場球會贏 這場球可能會和 那就買贏和 買通的28隊球隊可能會好一點 你怎麼穿 你穿不到 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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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次很多錢 你買了下去你未必翻到本 是不是買通的那群球隊 買通的那群球隊可能會更貴 買通的那群球隊可能會更貴 怎麼中這些呢 他們的足球賽標 頭獎周不時有幾百萬 所以很多人說發財啦 中幾百萬就是這些頭獎 就像香港人買得下彩 類似 以前的馬標 以前的馬標也是 例如一個號碼 六個號碼代表六場的馬 順序 如果你中了頭獎 就等於中了六隻 其實國內也是基本上是禁止賭博 除了這些之外 沒錯 沒錯 他現在說開放研究 怎樣開放法呢 就是 波可能有機會被他單場受注 即是等於香港賭博啦 即是等於把賭博合法化啦 變成很大機會 大陸就成立了一間類似香港馬會的機構 接受 賭馬和賭博 全世界全中國 你不用在香港買馬了 不用在澳門買了 其實也沒有人去澳門賭馬 因為採詞太小了 主要如果要賭呢 就是豬三角地區 澳門還賭馬 有人會入賭場啦 不是的 有人賭馬 很過癮的 其實那些馬 採詞很小的 每場都是 可能一兩百萬的採詞 如果買一隻馬冷一點 買一千元下去 你已經可以動到採詞 通常一千人都 沒有飛了 都輸了 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有機會 豬三角地區 也會有賭香港馬 會熱衷一點 那麼那些人 海南島如果要搞馬場 他當然肯投入多些資源 就有機會跟香港有得廢下 因為香港也是 說賽馬來說 都是世界上 比較大的 重要一點的城市 因為有很多著名的世界騎士 國際列馬斯 如果海南島要搞的話 也有得搞的 但是沒有辦法取代香港 始終 因為島的形式 可能很組合 可能要怎樣過關 那沒有問題 他會跟捉的 這樣才好玩的 我猜他會跟捉 但是大陸人 對於馬 其實 民國時代有馬場 天津有馬場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馬場 因為當時有租界的地方 就是有馬場 但是 他們 幾十年都沒有接觸過 他們會熱衷於賭球多於賭馬 因為球是世界性的 那麼他比如說賭 歐洲聯賽 或者賭英超 賭義甲 賭西甲 他們的球隊都會認識的 那麼 很大機會 如果肯放寬被人賭球 那些賭博的收入 很大程度就會流入了 這個國家的口袋 因為你賭球 如果採持大了 他可能有時自己受也不一定 因為 很多時候會射出去海外的賭球公司 賺了差價 譬如說 我賭博是1.95給你的 我射出去 是有兩倍的 那就賺0.5 那就賺硬 通常是這樣做的 馬會也是這樣做的 除非 可能突然射不出去 就自己吃了 所以有時 出現馬會也會輸錢 就是這樣 國內喜歡用微信 用微信來賭 更加過癮 更快手 輸得更快 買得更快 支付寶貸 支付寶貸 很快就輸了錢 如果是賭馬 所以如果真的開放了一個賭 開放得厲害的話 上面的市場真的超大 很大 其實只是一番 大陸你知不知道 賭馬賭球賽報 賭馬賭球那些 賭球賽報都是瘋狂的 那時候 試過因為買六合彩報 而在深圳斬日 因為利潤牆子很大 一份六合彩報賭20元 印刷成本 兩元也不用 一張 幾張 捲起來 可能是 兩張 B5 B5的尺寸 接賣 這樣就賭20元 你想想 一天賭10萬份 每天賭10萬份 每天賭10萬份 那裡賭200萬 成本 可能是三幾匹 還有那些短訊 給球賽 博載的貼士 不收錢 類似的 那些 可能會大行其道 我們 其實有兩個分析 這次如果中央真是推出澳門放寬 被海南島弄倒的話 放寬被海南島弄倒 大家 第一個印象 首先 首當其衝就是澳門 澳門會發生什麼事呢 很大機會 澳門的賭客 有一半 就 消失了 因為去了海南島 或者 有些也不用來 全國的基地在海南島 但在全國可以有投注站 因為現在大陸的足球彩票 是全國都可以買的 如果開放單場也有什麼買賣 就等於投注站通街也是 你手機就可以了 這樣就厲害了 你開到微信裡面 多了一格 你在香港買馬都麻煩 你要去馬會開個帳 雖然現在都多了 開apps 現在方便的 現在相對方面有手機 國內如果真的用支付號碼 真的很方便 登記帳帳 不用去的 他只是 裡面多了一個功能 多了一個apps 就是海南島 賭馬賭波 支付寶轉帳 連下街也不用 老實說 賭場生意 起碼少了一大半 澳門的賭場 變了 很大機會 可以拖垮澳門 我們在分析 中共 會不會這樣做 而消滅 將你澳門壓殺呢 其實會不會呢 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分析 為什麼呢 其實中共在 1997回歸之前 經常都說 上海幾多年 要超越香港 不斷說這些說話 到現在就說深圳要超越香港 現在已經不再說上海了 上海就超越不了 上海的什麼自貿區 不提 他已經不敢說了 但是 其實他的腦 或思維是沒有改變過 他經常要取代香港 那我本需要取代嗎 要當然要 當然要 Johnny說得沒錯 澳門一年 納你幾千億 那些錢全部都是大陸人輸的 有多少個傢伙去輸錢呢 澳門做了很多國內人生意 賭業 九成多 也有年多沒有去過澳門 已經很久沒有去過澳門 你去到澳門你真的知道 你走進去 台台的廣播 而且賭得最大的都是大陸人 賭最小的那些 在新蒲經濟50元 百元下桌 當然 這些是 地道人才知道的 香港人也不知道 現在那些500元 最少是500 新蒲天地要800元桌 那些錢是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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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是大陸人做的 那些錢是大陸人做的 如果中央真的要取代澳門 你只開放海南島 我就把你的客戶截掉 澳門就玩完了 就變回洗城了 做回以前 可能回到以前 可能還要比 還要開放的倒橋 這個很嚴重的 我們在分析 中共一直都想有個城市 尤其是中國的地方 取代你香港澳門 香港取代不了 就搞你澳門 因為 我們當時說過 很大的問題 我贊成香港當時在大嶼山開導 你在澳門 賺了的賭場收入 但是輸了錢的人 就回到香港 變成你的經濟收益就在澳門 刺激了澳門經濟 但是你的社會問題就帶回到香港 那麼香港人 輸了錢的 在碼頭被大耳孔夾回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香港人承受的 警察 海關 我拿大耳孔錢被人夾回來 他問你是不是要報警啊 是不是浪費警力啊 回來按了一層樓 回來按了一層樓 去還大耳孔 家庭問題去找社工 然後搞不定跳樓自殺 又要找香港人撿私 食環 食環署去撿私 那你說 是不是澳門的賭博問題 由香港人承受呢 反過來 大陸你以為沒有 大陸 即是一班大陸人 去澳門輸一年輸幾千億 才可以做到澳門那些 金沙幾十元股 那些銀餘六七十元 其實這個是 血肉長城 血肉長城撐澳門 其實是血肉長城之餘 人家如果說普通話 叫做肉包子打狗 即是你拿去肉包子打狗 那狗不斷吃你的肉包 那你扔牠不痛的 你的錢就等於 澳門賭錢就是肉包子打狗 不斷打狗不斷吃 吃光你的包 那你在澳門輸了幾千億 大陸人 他的社會問題就帶回大陸 追債就是追大陸 或者在上面手掛了一些文資文工 就落了澳門 所以呢 所以呢 中央 會不會搞你澳門呢 我覺得絕對會 因為反正我要付出那麼大的政治代價 一年輸幾千億是向你輸血的 活力的問題就是我的社會問題 那些人在澳門輸了錢 回來大陸 跟老婆離婚 或者吵架 或者跳樓 或者再歸行公款 而且澳門是去拿不完妝的 澳門還有 你還不是全部給你姓何的 給你姓何 算了一割就吞了他 你又有別的姓 還有美股梅 有美股梅 金沙 有史提夫永利 又被那些鬼佬領了部份去 為甚麼肥水要留給你別人鐵呢 一年輸幾千億給你 那個社會問題就要回到我身邊 我要自己解決 你去海南島搞OK的 你叫外資來就要搞中外合資 沒錯啦 他完全完全控制了 而且又不用讓澳門 輸那麼多錢 還定你的錢 你賺了 不過澳門也是上繳中央的 也很乖的 但是 你上繳而已 不是中央自己的 你也要收釘 那兩年 你不可以 問廣東省看業績的時候 全都會虧了 好像不行啊 你不會說這些話的 你怎麼會虧了 你是國家 國家不能虧的嗎 買雷曼輸了嘛 買俄女嘛 買俄女嘛 虧了 跌了價嘛 大條道理嘛 錢拿去海航 海航輸了 任夠他們說 我們的解讀 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是最大的 就是他要收回賭博權 你賺給我賺 我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拿回賭博 不會再養起你澳門 有時候有些位置 家醜不得外傳 有時候有些東西 在澳門被人知道了 都會讓人出去 是呀 誰會輸寄 誰會參觀 誰會來賭博權 你知道那些官員 因為中國不讓出境 偷渡到澳門賭博權 很好笑 那時候在海關裏 有些人專門負責 帶大陸的官員 就不進境 偷渡進去賭場賭 有專車賭完之後 就從賭場送回去過關 偷渡回大陸 這樣就沒有出境記錄了 那些官員就沒有出境了 但是那些官員是長期在澳門的 因為他們有街坊 他們有親戚 為甚麼 經常都看到你 你不是在上班嗎 不如挖地道也是方便一點點 又要那麼神秘送過去 港珠澳大橋 通道可能比較方便 屈蛇 躲在車人的車尾 不用經香港嘛 直過去吧 珠海也沒有屈蛇也有去 不知道行不行 都是我們的天方 幻想一下 但是 我們有另一方面的解讀 這個解讀 就是 有這樣的事 原因就是 未來澳門有Renew的賭牌 因為是十年過去了 過了十幾年了 現在是不是快要Renew呢 如果Renew的賭牌 以前在澳門舔開的 美資 他們一定是落草飛的 到時候投起上來 未知六死誰守 現在出了消息出來嚇嚇你 讓你亂知道 先鎮一下倉 先鎮一下倉 我還是要保守一點 澳門可能未來也不能玩 不如就減住了 縮小一點的規模 讓他們投標投不到 讓他們投不到 甚至乎他們一定會投到一點 但是他們可能的比例是減少一點 就嚇一嚇你鎮倉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 這個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可能也有的 如果大家了解他的策略 你看到香港也是這樣的 換走你的外資 逐樣找東西打你 或者他們可能 把自己佔的股份拉低一點 他們減少的比例 可能有一個財團 以前我是佔51的 現在我算了 我佔小股 可能拿30 25 另外 令到華資 或者本地的財團 就大一點 也不奇怪 好像MGM也是副牌 本身那個牌 就是一個 其實他是發失三個正牌 然後 拆了三個副牌 變成六個牌 他好像差不多 副牌跟正牌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即是有六個賭牌 是不是 所以呢 不排除這個 是一個 策略性 出口信 我覺得這個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佔兩三成 實在最大其實都是中共要自己 握拳 因為我覺得 對香港 你這個賭權幾乎是對澳門的管治權 禁制 是呀 他命脈來的 澳門都聽了你說的 香港也是一樣的 香港就是控制你的金融市場 香港的賭場就在港交所 但是呢 香港大陸沒有辦法 用一個城市取代你香港 但是澳門容易 賭場用什麼 香港很容易就派李小嘉來搞定了 都還沒 還有澳門有23條 所以就算見到這樣的消息 人們都不敢說話 是呀不敢說話 你不可以說話 說話就是 顛覆國家 還不大鑊 到時候本來沒事的 你只能說一下島 現在要拉去巡城監獄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呢 按like叫網友 是呀 忘了我們一開始說話 這節記得按like 按兩次 按說號記得 其實呢 是看到廣告的就是按廣告 不是按幾次 一看到有彈出來就馬上按 彈出來就馬上按 就對了 那麼 我們呢 下一節回來再聊 紅色墜和 不要 我 我 你 我 你 你